接下来告诉您受到社会瞩目的高雄海关集体贪毒案 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 总共起诉了25人 其中5名海关人员因为涉案情节重大 被求处30年重刑 检教单位先前在跟肩的过程当中 曾经拍下业者从口袋里面掏出现金 直接向海关官员行贿的画面 进一步追查还发现 有20名海关人员在过去8年 至少拿了1200万元 护航这些行贿的厂商进口各种货物 协助业者逃税上亿元 甚至在放行的货品当中 还包括了相当敏感的战略武器材料 检察官今天依照贪污治罪条例 对20名海关人员 还有5名行贿的业者提起公诉